新人兄 新人兄 天体冈啊 今儿你怎么得空啊 我来看你啊 咱们的同僚之义在这 你倒霉了 我总得来看看你 我倒霉 我倒什么霉了 我挺好的 我跟你说 天体冈 老齐可教了我不少的东西 老齐 老齐是谁啊 老齐啊 过来过来 老齐啊 你跟我这前同僚说说 这牲口跟人有什么区别 老朱啊 你可别害我 人家可是尚书房的师父 我怎么敢乱说呀 没事 说说无妨啊 说吧 牲口不会说话 所以不会撒谎 人会说话 所以人会撒谎 听见了没有啊 这就是道理所在了 懂了吧 新人兄 我这次来 是想跟你商量个事情 你想当尚书房的总师傅是吧 你想让我帮忙 是不是 可我现在就诸官一个 我能帮上你什么忙啊 这是万万不可能的 朱星人 你 田铁钢 没错 我是讲道学的 但是讲道学的不一定就是傻子 我跟你说 就你那点小心眼 除非我不正眼看 只要我一正眼看 你逃不过我的法眼去 朱星人 帅你能 我说咱们来一笔交易怎么样 我跟你说话呢 那我就跟你说了吧 我在这儿 就在这牺牲所里 你知道我为什么能边干活 边淫世吗 我忘了跟你说了 我呀 作了首诗 你帮我琢磨琢磨 看有什么地方不妥 这诗就是 乍看起来 人比牲口强 可这细琢磨琢磨琢磨呢 有的时候 这人又不如圣狗 没了 没了 这叫什么诗啊 没遮没运的 这有道理就行啊 好了 咱不扯你的歪师了 好了 咱不扯你的歪师了 咱们说咱们的正事 咱们的正事就是 交易 对 交易 我找人帮你说话 让你原品修制回家 你回家养老去 你老家的地方官呢 也是我当年在地方上 当学政时候的学生 让他好好照顾你 你这是让我疼地方嘛 天铁钢 你是明白了啊 我在这一天 没准皇上哪天想明白了 让我再回尚书房 让我再当总师傅 反正啊 这尚书房不能落到你这种人手里 田师傅走好啊 我这田师傅 您甭在这儿等着了 那个下三烂 反不上您亲自等 不 我得等 也许平时我不正眼看他 可是此刻他重要至极 这大概是他吧 就是他 好 好 走 贝勒爷 奴才怎么敢捞您的打架 在门口打给他 妄八蛋 你 小子 今儿是你的好日子 你有好差事 我乐意奉承奉承你 您去 这位是 进屋再说吧 好 走 好 请 今儿个是东山楼的艳赤席 我格外从碧柳居拿着山东的酒 您怎么知道我得意这口 贝勒爷告诉我的 三彪子 孙子 你怎么自己就敢坐下了 我这爷 您必定是有事求我 而且 不是一般的事 要不然 你二位 一位是贝勒爷 一位是上书房的师傅 请我吃饭 还有酒 你说我信不信 不信 你二位要这么麻烦我 那还不捧着我一回 行 算贼 等回头我再找你算戏证 回头我就要成您的奴才了 你打骂随便 咱们边吃边说吧 好 不碍事 一个哑巴 能听不能说也不会写字 好 那我可就说了 小彪子 你们牺牲所 新来了一个姓朱的 是不是 是有这么头祸 他是田师傅的死对头 怎么着 让我怎么收拾他 你说吧 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 什么叫收拾 这叫什么话呢 难听 那您给我换个好听的 是 您就甭费劲了 您就直说吧 就是让他在牺牲所待不下去 这行吧 这可麻烦 怎么说 别的人哪 我打死了 我抱个势头 也就过去了 唯独这老头子 我一直没敢招惹他 为什么呢 我听说呀 皇上就是在这把他放上一方的 没准啊 将来还回尚书房 你想想啊 这我哪敢招惹啊 你听说的 听谁说的 反正有人这么说就是了 他能回尚书房 他都成了猪官了 这么跟你说 有我在 他永远别想回尚书房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阿哥们都跟我好 三阿哥五阿哥 书房的两位阿哥都跟我好 哎 这我倒是知道 三彪子 这么跟你说吧 你捧我的厂 就是捧三阿哥五阿哥的厂 也就是捧将来皇上的厂 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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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么回事啊 懂了吗 来 喝酒 来 喝酒 好 老五 要不你来吧 三哥 这金鸾殿将来可是你做 这事给你来 你是哥哥 他说不出什么来 我来 你来 我来就我来 怎么着 别人怕得罪他 我还真不怕 我不但不怕 我还非得罪他不可了 红珠子 赶紧呢 到太监房里把老四哥叫来 遮 四 老四 我妈哥叫你过去 爷 我去 为什么 你没看到脸色 必定是憋着坏的 您蹦去了 能有什么坏事 我去就是了 红珠子 王八蛋你活腻歪了 你一个哈哈出色 进门也不喊一声回事 回事 进来吧 给三阿哥五阿哥请安 老四 这你可怨不得我了 是你自己惹的祸 是皇阿玛把你发到这儿来当差的 你懂吧 我懂 你既然懂了 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我告诉你老四 咱们之间没事 可是皇阿玛的话 那就是旨意 是不是 我知道 对的 我早说过 老四是个懂事的人 老四啊 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我们可就差遣你了 我明白 行 你先下去吧 有什么事我再叫你 三哥 可真有你的 老四 咱们之间没事 可是皇阿玛的话 那就是旨意 是不是啊 老四 叫谁 老四 老四 爷说了 让你赶紧的 到前面膳房去拿些馒头粥饭去 赶紧的 别凉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这不胡闹啊 都睡了 这个 爷的话我管不着 这是单子 你看着拿吧 还不快去 红柱子 你跟谁嚷嚷呢 蓝柱子怎么着 你想打架 蓝柱子 没你事你睡吧 爷我跟你一起去 慢着 爷说了 只能老四一个人去 这不是恒心吗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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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让你去哪里 你怎么这么慢 快点 回室 老四 你怎么搞的你 老四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 还说当差呢 这么点小时候都干不好 我和老五还得开夜客呢 你赶紧的 再弄一份去吧 你赶紧的 给你 天干雾燥 小心火烛 天干雾燥 小心火烛 天干雾燥 小心火烛 回室 进来吧 老四 你可真够笨 你说你 你喘两句歪尸文字还行 可这干活 你连最笨的哈哈猪色你都比不上 得了 虽然你耽误了这么多功夫 我也不怪你 可是 不是 我真是没什么胃口 喜猪子 红猪子 这 这饭就赏了你们俩当宵夜了 谢谢爷 谢谢爷了 刺 刺哥 你赶紧把身上擦擦吧 来 主子 你哭什么呀 你哭什么呀 我没胆子 又不走呀 这事跟你没关系 他们 是冲我来的 爷 严谨之余也这么一阿哥 让人这么捉弄 我有胆子 我一刀一个 我活劈了他们 可是 我已经 给您惹了这么多麻烦了 我再不敢 我 行了 睡吧 明儿还早起呢 我没事 爷 您真能忍哪 我不是忍 其实 我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他们就想逼着我跟他们谈 那这什么时候到头啊 他们这已经开了头了 这一开头 那可就止不住了 慧如啊 娘 这大半夜的您不睡觉 来我屋干什么 我大半夜不睡觉 我年纪在这儿 我不缺觉 你这大半夜不睡 我倒要问问 你在干嘛呢 我 我一直躺着呢 看见您进来 我才起来的 你躺着 这灯可是亮着 咱们不是付给人家 还点着灯睡啊 那灯油不是钱呢 娘 我忘了 你忘不忘的我不管 我也不走了 反正你爹不在 我就给你火个被窝 咱们娘俩好好聊聊 娘 咱们娘俩 咱们聊什么 咱娘俩好久没说话了 今儿啊 咱们好好说说 娘您说吧 你想说什么 其实啊 我早就想说了 可是我不敢说 也不知道怎么说 娘 您说吧 慧如啊 你也不小了 娘跟你说门亲事吧 这才别人家呀 我问也不用问 就找没人了 可是你不一样啊 娘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不找人家 胡扯 你不找人家 哎 哪有姑娘不找人家的 娘 我就跟您和爹过一辈子 我们早晚得比你先走一步 那你这后盘辈子 我一个人过 再不行 我就找个孤子安 我清腾黄眷的 熬一熬过去了 这话可不是句人话啊 好好的 哪有把孤子安当家的 我倒觉得好 不烦 也不吵 这由不得你 反正啊 我也拖了前面 邪界的张家了 让他给寻个读过书的 好歹呀 跟你能说上话的人呢 你说什么 你找了没人了 娘 我可跟您说 你要是找了没人 我是高低不答应 你要是把我的八字给了 人让人和 我 我大不了就一个死 娘 您都听明白了吧 我是当真的 慧如 女大当嫁 你怎么对我这么凶啊 原本我是不疑心的 现在 我不得不怀疑你了 您疑心什么 告诉我 四阿哥是怎么回事 四阿哥 哪个四阿哥 慧如 你当你娘傻呀 你娘一双眼睛 一直都在你的身上 那天四阿哥怎么突然就来了 你说这是多大的事 娘能不放在心上吗 娘 我是认识四阿哥 你娘 我 你娘 你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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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就好 我这个心哪总算放下了 你要是和四阿哥有什么 不是你死 就是我和你爹咱们全家都得死 你明白吗 娘 我明白 娘 既然您早就怀疑了 那为什么去都市口的时候 您还让我去呢 我是怕你爹一个人不行啊 你知道 我多久都没睡个呼吵觉了 咱们睡觉去 走吧 老四 老四 丑阿哥出宫了 这谁啊 大半夜的 丑阿哥出宫 听见了吗 爷 绑里他 这是太监干的活 我们阿哥说了 就得让老四来 爷 这也太过分了 不行 我非跟他们拼了不可 你现在去就是个死 你还不懂 我 我 老四 赶紧的 接手啊 赶紧的 把家伙拿回来 我们爷爷兴许还用呢 我 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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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朱子 怎么 又要哭了 爷 我可不哭了 我都给他们记着账呢 记着账又怎么样 别让我将来有了机会 睡吧 这回我可是真的累了 阿哥们上书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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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四 水已经打好了 水 来了来了来了 热水来了 热水来了 行啊 学会干差事了 我说二爷 二爷 怎么着 二爷 是这么回事 您赶紧的找找小王爷吧 岂有此理 这简直不像话到极点了 哪有这样折磨人的 四阿哥不过是发到上书房当差 也没道理这么羞辱他 王爷 您得想办法 您想想 四阿哥人好 他老把人往好处想 可是现在 那些人不定干出什么来 我这两天也是请假 根本不想去 我看不下去 也不忍心看 我要是看着老四那个样子 我得哭出来 王爷 王爷 你有办法吗 办法我会想 你放心吧 大公 二爷回来了 几乎折腾了整整一夜 你说这 哥 哥 你回来了 怎么也不到我房间看我 我哈马聊两句 待会再过去 你们在说四阿哥 是 四阿哥不好了 也没什么 到底怎么了 你们干嘛不能告诉我 也没什么 就是昨天 三阿哥和五阿哥太不像话 把四阿哥折腾得够强 他们怎么折腾四阿哥来着 是这么回事 丁香 给我换衣服 是 敦儿 敦儿 你打算怎么着啊 四阿哥的福尽 不是咱家拐着弯的亲戚吗 我就去拜见他一回 我倒当面问问四阿哥 四阿哥是不是他的亲兄弟 他怎么能这么对他 敦儿 这事可做不得 敦儿 你要是这么问了 那少不得把你哥连出来啊 你哥身上还背着褚粪哪 你不打算让他活了 来 来 爷 您慢点儿 放这儿 放这儿 好 就搁这儿吧 好 爷 您还不嫌累啊 您今天到了这书房 还没歇过一口气呢 您就不能歇会儿 蓝珠子 这你可就误会我了 这搭帘子看着是小事 可是这里边 关联着营造和一大堆的事呢 我得学学 我可让这帮孙子害得一夜没睡 我走了 我得旁边打个盹去 去吧去吧 那哈哈猪色 把那帘子给我递过来 好嘞好嘞 来吧 来了 来 慢点儿啊 给 好 慢点儿 四哥 我也来帮你搬东西 您是阿卡 您怎么穿着哈哈猪色的衣服 这粗活儿您可别沾手了 是啊 您别干了 您别动了 没事 没事 真的没事 我此刻是哈哈猪色 我对什么事都有兴趣 您就让我和您一起搭这帘子吧 好 这 四哥 我陪着你 起来吧 起来吧 干活 好 来来来 干活 好 起来起来 给 上去吧 慢点儿 昨天晚上你们真的 是真的 那是一点都没错 不信你们老五 是真的 没错 我就不懂了 这老四是铁打的还是人傻了 不懂 甭管我们怎么折腾他 他就跟个木头似的 这寻常人早拼命了 他不是寻常人哪 我怕的就是他这个 天师傅 那咱还有什么招 招是有 可是碰到他这没招的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招 什么不是招了 来来来来 老六 你怎么突然像个大人呢 四哥 昨天夜里他们怎么折腾你 我都知道 我又不想招了 我夜没睡 可是我不敢出来 我怕他们 你没出来就对了 可是你不能由着他们这么干啊 这不是他们的错 什么 您说什么 不是他们的错 那难道是您的错呀 四哥 你是被他们气糊涂了吧 您说呀 难道不是他们的错 倒是咱们的错 我说了 是我的错 爷 今儿说到这儿 我不生他们的气 非生您的气不可了 您简直让我瞧不起看不上 您能一口气憋死我 我见过比您傻比您呆的 没见过比您没骨气的 人家都骑到您脖子上拉屎了 您还说好好 请你们欺负我吧 我活该 四哥 我就是打不过他们 我要是打得过他们 我早一圈大嘴巴扇过去了 你可倒好 气死我了 我从前还是慢带了他们 爷 我的祖宗 我长这么大 全白活了 小叔叔 小叔叔 怎么着 书房停了 王爷 今天搭帘子 老三和老五呢 在那边 老五 你说老四他到底什么心思啊 我怎么越来越害怕了我 田师傅呢 就是说呀 这一眨眼的功夫他怎么 小叔叔 不必了 二位用功呢 小叔叔 您今天怎么来了 没什么 我就是来看看你们 小叔叔 您坐 我得回书房了 我也回书了 老三老五 你们都给我坐下 你们可真下得了手啊 小叔叔 我们怎么了 我们怎么了 怎么了 你们怎么对老四的 我不必告诉你们我怎么知道的 可是打今儿起 你们都听好了 如果你们敢再这么对老四 我也不说什么了 你们是二哥 我是叔叔 如果咱们真打起架来 我还盼着闹到皇上哪去呢 你们都听懂了吗 还有啊 我跟你们说 我已经跟皇上说了 我一个人在府里也是闷着 所以啊 我干脆就到书房来读书了 晚上呢 我也在玉清宫里歇着了 老五 你把占着老四的房子 给我腾出来 你说说 这宫里成什么了 难道是没王法的乡下地方 还能强占人家房子 我还是那句话 你们是二哥 体质上你们尊贵 可是辈分上 确实是我大 我说的话 你们可以不听 不过你们再这么对老四 我什么都舍得出去 好 好 三彪子 三彪子 谁呀 这位大人 我眼镯 您是哪位呀 三彪子 刚喝了我的酒没两天 怎么不认识我 田师傅 怎么着 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要不 我就给您拎两瓜大肠去 三彪子 你要这么跟我玩下去 那我可就找贝勒爷去了 贝勒爷怎么个 哪个贝勒爷呀 三彪子 那边说话去 田师傅 田大人 田老爷 我哪能不认识您哪 好 那天说定的事怎么样了 那事啊 简单哪 那我怎么没听见什么动静 您别着急啊 我倒是真想替您出了气 可是我怕惹麻烦呢 那天你可说 那天说什么 我不记得了 可是那天没说什么 我倒是记得呢 没说什么 银子呀 田老爷 我万一为这事闹得 把差事隔了 那我得有养老钱是吧 你说多少 一万两 多少 别怕 我不用对献银子啊 将来阿哥们得了事 这天下反正都是他们的 是不是 您敢打这条子吗 我敢打 老实点老实点啊 我说朱大学外 您什么都懂 唯独这给朱洗澡 您没干过吧 这我就没干过了 我说这朱值得这么个喜吗 朱师傅 亏的您还叫朱师傅 这朱是给谁吃的 你看你这话是怎么说的 当然是给皇上皇后 还有啊 您甭数了 都是金贵的人 太金贵了 您说这朱要不洗干净 这也是啊 你说皇上要是吃这朱蹄 万一打朱池吃出点朱屎来 那可就太难看了 是不是啊 您这是抬杠 朱蹄联洗带烫 咱就不说那么多了 谁说让皇上吃屎啊 谁说的 老秦怎么着你这活还没干完 你怎么就走了 老秦你麻将 三彪子来了 好像带着气呢 这该谁倒霉了 这谁说让皇上吃屎啊 你干嘛呀 三彪子 你干嘛呀 干嘛 这三彪子想干嘛 就干嘛 你甭冲我瞪眼睛 我知道你从前是阿哥们书房的师父 可你现在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啊 别人把你当人 我可不把你当人 三彪子 我哪得罪你了 你是没得罪我呀 可你说让皇上吃屎 这可是大不敬啊 你这么快料难办 慎行司管不了你 别人管不了你 我再不管你 你就翻了天了你 三彪子我告诉你 我不管你是哪路神仙 但我警告你 这是皇城禁地 由不得你撒野 老猪是吧 我不把你跟别的猪一起宰喽 我就是便宜你了 还甭说我撒野 就你说让皇上吃屎 我没说让皇上吃屎 我刚才亲耳听见你说 让皇上吃屎的 你还嘴硬 我揍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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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嘴硬 我打死你 我揍死你 你嘴硬 我揍你嘴硬 我揍你嘴硬 你嘴硬 我看你嘴硬 你嘴硬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我揍你嘴硬 你嘴硬 我揍你 你说皇上吃屎 你大不敬你 各位阿哥 唯正之道在得人 这个题目谁来开啊 三阿哥 怎么着 田师傅 三阿哥 你正青春年少 怎么会如此困顿呢 田师傅 您没听说吗 春困秋乏夏打短 睡不醒的冬三月 我跟您这么说吧 这书房最苦的就是夏天了 这个热呀 热得我脑袋都大了